開始錄了 我真的是一個非常 一點經驗值都沒有的UP主 失蹤人口回來了 而且這次沒有戴眼鏡 嗨我回來了 我知道我知道我消失了差不多一個禮拜 可是我情有可原 原因是因為過去 來了這就是原因 過去的一個禮拜我的感冒加重了 所以我差不多三天左右的時間 烘痛然後沒有聲音 就是沒有辦法講話 所以也錄不出個什麼鬼 昨天剛考我的第一層考試 然後考得也難進吧 至於為什麼我今天沒有戴眼鏡呢 原因是因為我戴眼鏡壞了 所以現在在修 然後我就順便去買眼鏡 可是之前我戴的眼鏡都是 沒有散光的 我問那個老闆娘我就說 為什麼我戴了這個隱形眼鏡之後 我眼睛看起來是糊糊的 她就說可能你要嘗試看看 戴加散光的眼鏡 我說哦好加散光 可是我沒有戴過 所以她就給了我兩個免費的 她就跟我說叫我回家先戴戴看 因為散光的隱形眼鏡跟近視的隱形眼鏡不一樣 不得不說戴了散光的隱形眼鏡之後 世界變得非常的清晰 所以以後可能我就是買散光的吧 大概就這個樣子 嗯差不多就這樣 哦還有最後一件事就是我會先把 嗯如果你考試了還沒有開始準備 然後還要該怎麼準備的這一段錄完之後 這個影片的最後我想要加一些 我之前沒有錄過的就是 想要跟你們聊聊一些夢想 還有最近我發生的一些事 我有點想跟你們分享 如果你好奇的話 可以看到影片的最後 我們就先開始講 呃要怎麼樣學習吧 不知道在看視頻的人 你們有沒有人也在學IV 如果有的話發個彈幕跟我跟我講一下 我們都坐在一個一同成落的小船上 對於任何在只剩下一個禮拜到一個月的時間就要考試 但你完全還沒有開始念書的人 我要跟你講的第一句話就是 不要做任何被動式的學習 我指的被動式的學習意思就是 不要去讀課本 不要去重新做筆記 不要再去寫那些很詳盡很漂亮的筆記本了 NO 千萬不要做那些 那些全部都是我所謂的被動式的學習 你最需要做的是主動式的學習 什麼是主動式的學習 就是去刷題 不行的刷題 或者是你可以跟你的朋友或者你的同學 一起組一個學習小組 前提是要學習 不要啦 可以跟你的同學互相考對方 或者你可以去跟你的學校老師一起討論 假如說我抽到這樣子的題目的話 我應該要怎麼樣的回答 或者如果我要寫一個分析論文 我應該要怎麼樣列題 上寫一些分析論文啊 或者是一些文章什麼的 你不一定得要把文章寫出來 可是你起碼得要練習寫一些題杠 就是你不可以在這個時候還浪費時間 一直不停的去讀範文 當然讀範文本身不是一件浪費時間的事 那如果你把所有的時間跟精力 只放在讀範文上 那就是再浪費時間了 這也連結到我的第二個點 就是現在是你該做考古題的時候 你甚至可以直接把課本什麼全部都丟起 你直接就做考古題 你還是可以去複習你以前的考證 看你之前做錯的地方 然後想辦法重新寫寫看 看你現在做不做得出來 一方面你可以學到 好你今天要寫的這些考證 它的出題的套路是什麼 另一方面你也可以順帶的把 這一科目要考的知識內容 全部都一次學完 你甚至不用把考古題全部做完 你重點是你必須要去看 它出題的套路 這就是我要講的第三點就是 然後去懂這個考試要問什麼 你不只看考古題 你也要去找這考古題的解答 考案在改的時候 他是跟著那些題目 不給附帶的解答卷來改你的考卷的 無論你怎麼答 如果你沒有答到解答卷上面 所寫的那個答案 一點意義也沒有 你看的時候 你要開始自己 花時間去看這些題目 每年出的題目到底有什麼雷同的地方 他喜歡出什麼類型的題目 他題目如果出現了什麼樣的重點 只是在問你什麼 這還有提到另外一點 如果你是一個國際學校的學生 尤其是IB學生 IGC系學生還不用擔心這個 那如果你是個IB學生 或A-Level學生 你要更看透這個問題 除了問題字面上的意思 它深層其實真正在問你的到底是什麼 這樣我打個比方好了 我修英文的考卷 其中一個就是要寫個文學的分析 李莫哈姆常常出現很哲學很開放的題目 像是他常常在這文學作品裡面透露出自己對善與惡的理解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乍看之下你會覺得好可能我要找出這個作品有表達善的地方 或者像是這個作品的好人或者這個作品的壞人 記得不只要讀到字面上的東西 他字面上的東西你要回答到 你還要回到他字裡行間真正的意思 像你可能會提及這個作者 作者他的想法是透過什麼樣的手法來表現出來的 這個作者他本身的背景是什麼樣子的 善與惡的定義到底是什麼 因為善與有很多不同的定義你要先把這些瑣碎的題目裡面的字眼都先搞清楚 他們放在一起的時候又有什麼樣不同的意思 你要把這個題目給讀透你才可以開始解答 你要主動學習要寫各種各樣的考古題 你要搞清楚初題的套路 然後你要搞清楚題目真正要問你的意思 說到搞清楚題目 那一方面就是你要不只在做考古題 我不知道高考的考古題有沒有辦法搞到解答 但是我知道國際學校的考試是 所有的考古題是跟著一個簡答卷的 所以你要去翻閱的謝謝答卷 然後搞清楚這個考試他要你答題的套路是什麼樣子 他喜歡的是那種非常簡單一個一個 就是bullet point 一句一句簡單的答案 還是他喜歡那種寫的很多 然後是一個paragraph 一個段落的那種答案 就是假如說你是考語言的考卷 他出的那種題目他給你看的文學作品 是不是都有什麼共同的主題 是不是他每次想要你分析出來的 都要到什麼樣的深度 是不是要到某種哲學的角度 是不是要到某種文化根底的角度 比如說你今天只剩下兩天的時間 你就要考一個試了 一天的時間你去做主動學習 你可以去複習這些考古題 先寫出那個考試的手感 然後順便搞清楚內容 另外一天你就去看這些解答卷 或者是你再看各個年份的題目 然後你搞清楚他出題的套路 還有你要怎麼樣答題的你的思維方式 應該要往哪個方向走 好最後兩個點 第一個就是讓考官想要給你分數 我再次拿國際學校的考試來舉例 如果你是學了IB 你要知道你的考卷在你寫完之後 會寄到世界各地去 給不同地方的考官看 他們沒有被付多少錢 然後在短短一個禮拜 甚至到可能只有一個週末的時間 他要改200到300份的考卷 他不知道你是誰 他可能跟你來自普通的文化 他沒有看過你自己 所以他可能甚至看過你的字 可能上完班他們很累 可能他們已經改了200多份的考卷 他們眼睛很痠 他們沒有那個時間 也沒有那個心情 去把你的答案 那麼詳細的讀過之後 慢慢的找 你有沒有一些重點字 是跟解答卷上面的重點字一樣的 好給你分數 沒有那個閒時間 一方面你要保持你卷面的整潔 這很重要 另一方面你答題的時候必須要清晰 然後你必須要真的知道你的答題方式 因為如果你寫了一大堆沒有必要的 繞來繞去的答案 他們只會越看越煩 根本就不想要給你分數 盡量想辦法把你的答案寫得容易改變 像是假如說你寫的是一個分析的論文 然後分析的其中一個評分點就是 你要把文書作品之間比較 那你可以把你的比較段落都放在 你所寫的論文的每個分論點的最後 或者是最前面比較顯眼的地方 人家很清楚的就能看到 喔這個學生寫的這一段落 剛好是可以得分的點 然後我很清楚的就看到了 他就是在這邊 我不用讀中間那一大堆 我都沒這個東西 讓考官能夠很快速很方便的看到 真正能夠讓你得分的那個答案的部分 你能得分對考官也方便 而且如果考官心情好 他們給你分數高的可能性更高 最後一點 你千萬要記住的 你要有那個自覺 你現在沒有時間把所有東西都做完 很多人有完美病 然後很多人會覺得 可能會覺得很可惜 當然要可惜 就是假如說今天我更早一點開始學習 或者是今天我沒有拖延症 或者是我今天熬夜念書 我就可以讀更多的東西 然後我原本有那個潛力可以考得更好 然後我可以做更多的準備 但是今天我只剩下一兩天 我並沒有做到我能力的極限 能夠理解如果今天你能力很高 但是你只剩一兩天 然後你可能因為之前有事 或者是一點小出錯 沒有時間先開始念書 你可能會覺得很可惜 但是 在緊急的情況之下 知道取捨也是一種能力 能夠熬夜念書 然後想要追求精進做到最好 然後達到自己最高的能力 那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有上進心永遠是好事 可是你要懂得取捨 直接熬夜了去念書了 然後都不休息 然後一直瘋狂的念 然後把課本從頭念到尾 這一方面對你自己壓力很大 也有可能影響到你考試的時候的狀態 通常那種情況下 讀出來的效果也並不是很好 所以如果你只剩下一點時間 你要不要那個自覺 你還是必須要要求 進到你自己最大的努力 但是你要努力的方向是 在很宏大的課業量之間 挑出最能夠讓你得分 最快速 最便捷的方法 該做什麼樣的考試準備 該寫什麼樣的題目 要怎麼樣答題 重點的內容都在哪裡 這些全部搞清楚 那起碼 你考試的分數不會低 沒錯 你可能沒有辦法考到A加 你可能沒有辦法考到Ib的7 但起碼你一定會有個6 當然前提是你要付出這些努力 你要真的花這些時間 然後花這些精力去把 現在能做也該做的事情 全部做好 那考試複習的部分 大概就到這裡 如果你還有什麼其他的問題 或者是 我剛才解釋的哪一部分 沒有太清楚 或你有什麼更想了解的地方 你可以發我消息 或者是在我微博上面找我 我也可以 我發個評論 什麼都可以 我可以再跟你更仔細的解釋清楚 如果你是 也是個學生 或者是你經歷過高考 或者是畢業考什麼的 想要激勵我們這些 努力考試的學生的話 那就也在大幕上面發些 激勵人心的話吧 我們現在非常需要這些 謝謝 好那學習的部分 大概就講完 接下來就進入到 我所說的 談論一些 別的話題的部分了 如果你要準備考試的話 那你可以把 視頻關掉 好好去學習了 如果你還有心情繼續看下去的話 那就 我們就開始聊些別的吧 這次想要聊天 原因是因為昨天發生了一些事 其實這個視頻是昨天我要錄的 但是昨天 我遇上了一些人 然後從昨天晚上到今天我想了很多 然後有一些感悟 就很想要跟你們聊聊 是這樣子的 昨天下午我遇上了一些人 然後我跟這些人聊了一下我的夢想 我的人生一直有一個理想 我很想要達成 我跟他們聊的原因是因為這些人 剛好是 我想要成就的這個 跟我想要成就的這個理想 有關的人士 講了這些話題之後 有一個人 他就跟我說 他覺得 看不出來我適合這個夢想 我用另外一個比方好了 假設我今天想做的事情是當歌手 我想做的並不是當歌手 但我只是打個比方 他給我的解釋是 他認為 看著我 我這個人 他看到的是我比起 站在台上唱歌 發光發熱 我更像是一個 在台下做事的人 就是在幕後 我還是能夠在這個理想之中 我還是能夠 be part of it 但是我並不會成為我想要 在這個理想裡的那一部分 所以我聽了之後就 也有點 老實講一開始當然會有一點 難過 也無法理解 所以我之後也有問一些 到底是什麼原因讓他這樣 他對我形容的是 他認為我不具備 實現我的夢想 所需要的那些素質 在他看來 想要實現我的那個夢想 是需要具備一些 特定的特徵的 而他不認為我有那些特徵 他也不覺得我適合 今天我想要跟你們講的 就是這個話題 就是 我知道很多 在看我的視頻的人 可能跟我差不多年紀都是學生 也有一些出社會的人士 我知道 我認為不論你在什麼樣的年紀 人在任何的年紀裡 對你自己的生活 或者是 甚至你的情感 你的事業 你的身體健康 你的生活狀態 某種程度上 應該都會有大大小小 各種不一樣的目標 還有你自己的信念跟堅持 被別人看作是沒有價值的時候 當然你會覺得很不好受 而且這應該是每一個人都經歷過的 很正常 難過是一方面 我另一方面當然也很感激 我昨天遇到的這個人 他 願意很誠實的告訴我 他現在看到的問題在哪 起碼今天跟這個人對話 他讓我知道了 我接下來應該要努力的目標 我覺得這並不是一件壞事 但是難過還是 一方面啦 對 陷入沉思 以致沒有打開相機錄視頻 的原因是因為 過去的一個月 你們也看到了 我在準備畢業考 我在準備畢業展 我也在生病 然後 也很忙 那 高中畢業要步入大學 也是一個很大的生活的轉換 也需要很多 經歷準備 還有一些其他實際生活的準備 在我腦中 我一直想著 只要我把我現在該做的事情做完 我把我份內的事情做完 我做一個好學生好女兒 我把高中讀完 我考了好成績 我去讀大學 我換來個新的環境 我就能夠花更多的精力 在暑假的時候 或者是甚至在未來的時候 去投資在我的夢想上 一直支撐我繼續 突破這些壓力 還有辛苦的動力 就是我對我夢想的堅持 但一個人的話語是非常有殺傷力的 這就是我想說的 就是 如果你跟我一樣 遇到這種情況 然後大家都覺得你不夠好 都覺得你不值得 然後也跟你講這些話的時候 我希望你不要放棄 我講的這些有點 亂七八糟 然後也沒有什麼邏輯 然後有點跳來跳去 可是我只是 我知道這個世界很小 我知道一定有人跟我一樣 在看這個視頻的人 也有可能跟我一樣 你在壓力很大的情況 然後還有各種各樣的人 數落你 讓你覺得自己不夠好 讓你覺得自己沒有那個價值 或者是沒有那個能力 能夠成就你自己 理想中的那個自己 即使所有人都不相信你 你也應該要相信你自己 我也願意去相信你 我覺得任何人 只要你有那個堅持的信心 想要去達成一個目標 任何事都是有可能的 這可能聽起來很天真 但是我願意去相信 這樣子 在現實世界中有可能 對 所以我也想要講的重點就是 我相信你 我也希望你相信你自己 我知道 很難 壓力很大的時候很難 難過沒關係 哭一哭打一下枕頭 我們繼續努力下去 然後 我們去發現 更多不同的 達到自己夢想的方法 感激那些給你歷練 然後 給你挫折的那些人 我不知道他們的出發點 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身為接受的那一方 你不一定得要把它看成是一件 就是要打擊你 讓你覺得很無力的 一些批評 你可以換個角度去看 他們願意那樣子誠實的跟你講 你到底缺少了什麼 也許也能夠成為 你接下來應該要努力目標的線索 對 嗯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講什麼 希望這個視頻能夠 那是什麼東西 什麼 我的螢幕上面有個 希望今天我想要 任何東西對你有一點幫助 或者是 有點 給你喜劇效果什麼也好 我知道 突然這麼嚴肅 你們可能非常的不習慣 變成我是一個畫風非常的 奇葩 然後又有點猥瑣的一個 莫名其妙的UP主 大概就這樣 晚安 早安 午安 嗯 拜拜 拜拜 這我每次綁頭髮都會有一戳留在上面嗎 我頭髮超他們不配合的啦 我頭髮超他們不配合的啦